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景致 19年前 将近20年前的事情 因为现在一件类似的事情的发生 却把那件事情完全引起来 而那件事情引起来 不成想引成了一个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消息 而引起这世界范围内的消息 在中共内部本身我们看到的概念有分歧 就是说围绕着这件事情 反映出中共上层的一些拳头 给我的感觉有这种感觉 而且网上陆陆续续有一些消息 也披露出特别是涉嫌犯罪的 孙维的家族的背景 挺大 我个人一直认为 其实我个人的观点一直认为 中共在用这件事情 没有牵扯到真正的利益集团 就是现在的真正的利益集团 它的现实意义到什么 到底是什么 正是大概按照今天算 应该是三天前到四天左右的时间 中共的媒体在完全牺牲不原意的情况下 骤然媒体参与进来 特别是新华网 高调的针对北京警方发出质疑 发出质问 我有期节目跟大家讲过了 我说那样的质问 可以转过头来问新华网有关马三家的事情 完全一样 所以就是媒体在这件事情上 在不同的势力的范围的掌控之下 表达着自己的看法 再参与进来 出现了中共内部权斗的这种迹象 围绕着这件事情 那它的权斗迹象到底会到哪 现在不太明细 可是随着本来是网上的消息 但是转转转转 一些大的媒体都意识到了 包括德国之声 包括BBC 都陆续出了一些文章 直接针对 朱令这件事情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质疑 而且我们看到的 就是矛头指向江泽民 这是让我感触挺深刻的 就是说这件事情的背后 事情本身其实说实话 我的感觉就是事情本身 诸令的被这种迫害的本身 应该是一种迫害陷害了 因为事情的真相不能被披露出来 这是一个个人本身的悲剧 而作为一个弱者 作为一个无力抗争者 而他自己的父母 含辛茹苦 照顾自己残疾的女儿 这么多年 我个人的看法 就不能被这个体制所利用 因为有这样的体制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 而出现了这样的权力架构 掩盖真相的事情 是我们今天诸多朋友生活的真实过程 可能这件事情触及到 仅仅是个人之间 或者说家庭之间 但它背景出自于权力的肩架结构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德国之声有篇文章 BBC有篇文章 这期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样的大的代表性的媒体 它对这件事情的分析最新的概念 我们先看一下德国之声这篇文章怎么说 德国之声的题目叫 清华大学诸令案全力干预了司法 复旦大学投渡案 将沉寂近20年的清华大学诸令案 推至公众视野 民间除了对诸令原始有孙维 疑似凶手的猜疑 和对其背景人肉搜索之外 还向白宫请愿驱逐孙维 这个案子再次引发起中国的司法公信力的危机 这就是他的一种分析的概念 我们自己也看到 包括孙维本身的原来的一些同学 朱令的一些同学 今天也纷纷站起来 写的非常详细 我看过那个报道 说孙维联合另外两个使友 怎么给这个朱令下的毒 第一次是孙维拿来的他 由另外两个使友下的毒 那个传闻 在Facebook上和Twitter上写的是那么说的 下毒之后造成了朱令的第一次中毒 第一次中毒之后 使得朱令错过了考试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如果朱令两次错过考试 就造成了他学业上的这种挫折 这是他们当初的原始的目的 到了来年第二年 还要这么做的说 那两个使友不敢干了 说这事不能干了 结果就孙维自己干了 孙维自己干 一直到这一次下毒 就比第一次下毒更厉害 传闻是那么说的了 这个我们在 你在这个微博上 我相信都可以看到 但是现在需要的是证实了 证据了 文章讲说 整个这件事情呢 他就介绍这件事情的梗概 他特别提到说 目前已经有13万多人 在白宫网站上签名 包括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的副院长何彬 也在网上呼吁 美国遣返孙维 让中方调查 如果他是清白的 还给他清白 如果他有罪的 让他偿罪 那文章就把这件事情 前前后后的 就很详细的列述了一遍 我觉得这些内容呢 就应该我们都熟悉了 但是他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 此前是因为政治介入 现在依然是不是 还有政治介入本身 而他引述的呢 是香港的苹果日报的报道 当时讲说 因为它是属于剧毒性化学品 一般人无法获得 朱令案发生时 外界质疑为投毒 95年北京立案 锁定朱令的使友孙维 因为孙维妒忌朱令 而且他又是唯一有机会 能够接触他的 同时又与朱令密切接触的人 那公安曾经一度 居查了孙维 但最后以无确凿证据 将他释放 孙维后嫁给美国人 定居美国 他曾数度声明否认投毒 该报道 隶属孙维家世 孙维的爷爷 孙岳祺是民革中央民运主席 95年去世前 深得当时的中共总书记 江泽民的器重 这就是正好是 这个朱令中毒的时候 孙维下毒的时候 如果这么说的话 而这个孙维的唐叔 孙福林 曾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父亲孙大午 是民革中央委员 都是民主党人士了 但是呢 这里拿出了一个人名 江泽民 这就是德国之声 在他的报道当中 明确拿出来 那后面又把这件事情 就这么陈述了一下 这是应该是昨天 或者前天的文章 就在同一时间 BBC登了另外一篇文章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他在认为这件事情 不是单纯的 拿出这个朱令 被下投毒的事情本身了 到底什么人 在这个案件当中产生了作用 谁出手 造成了孙维今天得以机会 在20年之后 他就说这件事情本身 孙维无罪 证据不确凿 不是真的 他的真实的概念是 有力量帮助他 背后中共的势力帮助他 使得孙维脱罪 BBC的报道这么讲 中共官方媒体在评论 北京警方回应 朱令案意见相左 他文章介绍说 人民日报 5月9号发表署名评论文章 引用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姓沈的 发表的文章说 消除疑惑 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 那是就是论事了 那中国能够最难找到的东西 就是真相 党的生存的基础在于掩盖真相 和利用真相 然后把部分真相释放出来 编造最大的谎言 也就是在真相的基础上 给人民一种谎言的引导 文章紧接着讲说 但是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 同日发表的社论 却给出了几乎相反的结论 社论认为 即使警方继续回应 也难以平息质疑 有点乱了套 5月8号 北京警方透过官方媒体说 朱令案仍未获取认定 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 碍于证据已经灭失客观的因素 所以最终无法侦破 也就是说 北京警方认为这事就完了 根本就没办法了 而紧接着讲说 14.5万人关注的媒体人 哑巴 这名字就起得很绝 他说自己是哑巴 又是个网上媒体人 就让我想到的是莫言 而不是其他的概念 就是说两个名字本身的概念 代表的是一个想守住人性的人 面对强制的环境 管制的环境的那种 那一份无奈与抗争 那在微博讲说 朱令的母亲朱明新 在得知北京警方的声明后 再次质疑警方为何不公开案件的信息 为什么不理我 他我的疑问 能不能给我个说法 而新京报引述了朱令的父亲 吴承之的话说 警方的通告已经看到了 我们对此事的想法 依然是我前些天不断讲过的 希望案子的侦破过程 和案情本身的内容 得以信息公开 公开于天下 给所有人以答案 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北京的事情 清华的事情 北京警方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地球村上的事情 已经跑到美国政府白宫网站上告杨状 然后朋友们把奥巴马变成了黑白 被包裹到这份上 所以我想说的意思 我记得有一个讲法 我说当中国人抛弃爱国主义的时候 共产党就完蛋了 习近平说的中国梦 同样他内心的部分 有着爱国主义的因素 而这么多人自发的跑到美国网站上去 替自己根本可能不认识的朱令深渊 否定你爱国主义 这就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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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 我就说中共一定走到了最绝的那一部分 就是大家根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他能做出来 冠冕贪皇的做出来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崩溃的那种潜移瞬间了 所以在BBC的这篇文章里直接讲到 说中共的党媒内部应该是出现了内讧 人民日报评论讲尽管如网友所言 在民间断案积累数月发酵升级之后 这份迟到的回应确实有着山山 而北京警方敢于直面这一纪念已久的刑事案 并做出自己的说明 对这个19年悬而未决的朱令案而言 无疑是一个可取的态度 一个可以期待的开端 坚持自己的看法 党的共产党的概念 一直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对吧 反右三反五反 文革杀了那么多人 党是对的 胡耀邦平反了将近几百万人 近百万的案子 然后他成为了这些被平反者的大救星 而最大的一个冤案是薄一波 61人反党集团案 而最后呢 他胡耀邦真正呢 是死在薄一波的手下 是被薄一波真正直接发力干倒的 但是党依然是伟大 可是这些人呢 曾经是党的最高领袖们 最高领袖们 他杀了他 他杀了他 毛泽东杀了他们所有的人 结果习近平呢 不能把毛泽东的臭肉端出去 前两天呢 网上有个消息 应该昨天说的 说这个习近平说了 去毛论呢 去毛啊 把毛泽东当毛去了 猪毛时候给剃了 是错的 所以毛不能去 我觉得挺怪的 我记得前两天 大概两三天前 我们还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习近平你再怎么有权力 你扛不过毛泽东 一块臭肉 一个破照片 你不敢给他拿下来 所以你今天的权力 已经超过了当年的邓小平 跟毛泽东之左右 对吧 你拥有所有的权力 但你活的一个人顶不了死的一块状 你这梦那梦 你什么梦都可以做 但你永远在那个鬼头之下 成不了什么东西的 成不了为人的 这个要明白 但是 咱说完那个没两天 他说不能去毛 所以我就觉得挺吃惊 那回过头来 人民日报在评论当中还说 不透明是阴谋论的温床 这就是党的胡说八道 党的话 典型的话语了 民众围绕朱令案的猜测 让社会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也支付了人民对司法的信心 胡说八道 今天的一切 整个中国老百姓付出的成本 镰刀斧头杀死了 包括你家的亲人 写这篇文章的亲人 我搞不好 都在这镰刀斧头之下 付出了血的代价 然后你写这样的东西 而环球时报 在评论当中却说 昨天微博上立刻有一些人 拒绝接受北京警方的声音 提出了一系列细节的追问 看来警方的回应 无法平息 舆论中的情绪 即使警方继续回应 追问将这个层出不穷 事情将越来轰轰烈烈 这就很可能也是官方有时选择低调处理的原因 他们可能觉得既然沟通达不到效果 越沟通乱子越大 不如让事情慢慢的平息下来 自己的媒体 自己之间出现了分歧 那根据德国之声那篇文章的报道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自己的感觉 不同的势力集团 或者说朱令案子本身的越来越追踪 追到了今天中共真正的利益集团 被点名的人是江泽民 大家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